这是讲国家社会主义屠杀了很多德国的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人 这些都是死难者 就是一个纪念堂 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呀 就是一个种族清洗 因为在那个时期呢 流行一种说法 也就是说达尔文 社会达尔文主义 所谓优胜劣汰 那么你们既然是劣等民族 就被社会淘汰 那么基于这个思想呢 就人为的灭绝一些种 那么最终呢 这个都是用来纪念他们的 这些东西啊 其实从学理上讲都没有错 确实是有声劣汰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呃 太残忍了 就是说从人的同心心角度来讲 它是 它是 不可取得